大家好 今天来说说童年阴影系列 生化寿司 电影是到不景气 小顺和上层也没什么戏可拍 以前是一年三四百五港产片 各种题材想拍多少就拍多少 现在是一年仅仅三四十部片子 而且大多都是两地合拍的非纯港片 来来去去就算那些经费无间当 很容易生美皮了 最重要的是 没公开就等于没饭吃 一些非线的演员就能慢慢淡出 转型搞其他行业 没背景的小顺和上层也同样如此 搞起了盗版VCD的副业 一旦有新商业的片子 两人就跑到影院涂露下来 做成蝶片 几块钱一张出售 还在商场搞了一个转卖店 收卖各种片子 打算做长久生意 统一商场的其他住户 要小小两口 主要搞手机领受 前几年从深圳滑墙北 批发各种高房货 拿到档口手卖 生意做了那时 比拙任法都还要罚 近几年手机市场一片红海 竞争惨点 已经没有多少人搞金房和高房手机 就连滑墙北的好几个电子市场 都转型搞起了美妆 还搞个锤子手机呀 药翔的小档口自然也是生意惨戴 差不多到了旺谱转让的地步 另外两个主户 成哥和亮堂 一个是搞日本料理餐饮的大叔 每天来店里消费的人 还没厨房里的苍蝇多 另外一个则是搞美妆的亮女 生意惨戴到 每天跑来成哥的店里打苍蝇 成哥暗地里喜欢亮堂 却不敢开口 只好经常送一些邮会券给他 而亮堂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 有便宜不战买不战 再来也是给你面子才在 越黑一风高之夜 几个香港买家和南亚人 正在进行神话武器的交易 而交易的东西 是一瓶类似饮料的药水 只要喝下这种药水 几分钟之内就会一变成丧失 几个南亚买家 还特意秀了一下丧失样板 这幅画道 刚好丧失大佬 还没吃桥叶肠胃空空 意味着生人肉肠的味道 瞬间公公发情样振脱手链 扑向其中一个家伙 只可及肠胃都还没滋润几下 就被南亚人异常投包 尾一新准下来的洛哥 带着药水逃离了现场 搬流伤犹豫区不太好 装上了潮速行驶的小薰河山省 不料究竟突然啥到 两人之后假装是洛哥的朋友 蒙混过关 后来发现洛哥含有一口气 嘴里一直在说着饮料什么的 两人以为他是想喝饮料 于是降低下那瓶类似饮料的药水 一口气灌了下去 三辆下抬进车尾厢 回到商场的低下停车场 两人来到店铺采响起 车尾厢里还有人 下去一看发现洛哥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步翻盖手机 反正留着又没什么了用 小村只要将手机转卖给药下 搞点修收费什么的 几万块钱的修收费 两人砸锅卖铁也是付不起 于是打起了亮堂的主意 从他村上搞到了几百块现金 和一枚戒指 无奈指向 亮堂只要找上小村 帮忙找出那两个抢劫的人 还请他在城阁的授子店里戳了一对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 被人骗了 很傻傻地帮对方数钱 没多久 路过就溜出来搞事 搞死了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接着留到商场 拿走了掉在车里的那台手机 还留到厕所 帮城哥种下了一个大大的草莓 好在城哥也是吃过夜中的人 三两天就搞定对方 并且叫了小村和亮堂来到厕所 结果却发现什么鬼都没有 回到店里才几分钟的时间 城哥就意味着了半人半事的东西 失去理智的同时 也瞬间催精上脑 送了一个礼物给亮堂表白爱意 另一本人要想 商场保安两个 也算是好人一个 报警叫了条子帮忙解决 一番盘问之下 小村和三层被条子锁了起来 之后查看监控发现 城哥把这两趟在那里瞎溜达 其中一个条子流过去一块 我丢 城哥已经完全一变 厉大威魔 适时的将条子按在地上抹擦 好在两趟及时出手 引开城哥 这家伙才保住了一条小蜜 很快上时又留到保安室里 一口气搞死两个 之前的肉肠已经消化得差不多 又一口咬上了另外一个条子 一板的三层突然想到打丧时的游戏 大家条子瞅着脑袋爆头KO 接着搞到钥匙 大开始告逃离现场 很快两个也一变成丧尸 趁机关掉上场的入口砸眉 搞到小村刀病像6也6不掉 另一本人要想小两口 也遇到丧尸 两层逃亡的过程中 装上了另一杯逃亡的小村刀尾 几个人流到店里 发现有一个家伙 已经被丧尸咬死 小村和三层只好将自己搬到外面 一房失变 不料一到不丧尸突然杀了出来 要想趁机锁上店围 留下小村刀病在外面自生自灭 好在小村也是困过蛊惑仔的人 西瓜刀锁的那是一个快转狠 一刀小掉了丧尸的死人头 刷几手相来 那也是百发百中一枪头包 考虑了要想贪生怕死 身边又没有一个身手好的人 小村只有一个人流到寿死店 去救亮堂 趁机为了保护亮堂 不被丧尸伤害 特意搞了一些人肉臭死给他 只是亮堂实在是难以下口 最后被丧尸发现不是同类 乘哥富华行迁 马上和丧尸肉博在一起 小村也及时杀刀 一枪头包一个 顺利揪走了亮堂 只留下乘哥一个人 在那里黯然身伤 两人顺利溜回店里 打算一起冲出去 和丧尸来个贴身肉博 所有浓郁的家伙通通用杀 电钻巨子看到扳手什么的 一人一把在手 杀得丧尸不知道什么叫疼痛 虽说人多好办事 但一个团队当中 总有那么一两个猪队友 药翔不就被丧尸咬伤 药翔少为了救他 也不认识了丧尸的美味肉餐 搞了丧尸最后也被丧尸咬伤 十几年的生死兄弟 小村不忍心就这样看着丧尸死边 正早上把他拍最后一照的时候 两个突然杀了出来 一刀将丧尸 从获死人直接变成死人 小村瞬间原地暴走 亮出随身的管制导居 一刀瞎掉两个的死人头 不愧是城奥南身边的金牌三鸡 看人都是那么的霸气游戏 今晚丧尸大战 四兄弟就来开幕吧 入伯到最后 只剩下小村和亮堂两个人 一大伯丧尸也准时就位 亮人面对面硬杠这些家伙 杀得那叫一个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亮堂趁着流到车里 玩起了壮死游戏 再叫小村打算撞烂扎美 不料城哥突然溜出来挡住了去路 用力拉开扎美 绑住小村他们逃离了丧尸的罪杀 而城哥最后 也不吸引了同类的美味肉餐 亮人流到加油站 从电视看到了上市微诚的报道 亮堂一死口渴 喝下了草里的那瓶生化饮料 小村知道那不是一般的饮料 也一口气喝了下去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上有1998年 是有夜尾性 编剧指导了一部港产恐怖片 这个夜尾性 就是杀破了 导火线 夜温系列的导演 早前拍的地位上都是一些低成本制作 指导过了各种影片 加起来也已经有20多部 一直都不算很有名气 直到和郑志丹合作多部影片之后 才真正大展拳脚 示弹出了导演的实力 是一个龙边龙岛的有才之人 外表看起来 侯以为那有几分想象